男人陪上司喝花酒时猛然发现 在这三个穿着和服的小姐里 有一个竟是他的老熟人 而他只是多看了女孩一眼 竟让上司以为他是看上了这个小姐 于是上司当即就让他一会把女孩带回家 而老宋为了保护女孩不让他落入人渣手中 他也只好迎合起上司的话将女孩留在了自己身边 而两人的相识要从几天前的一次意外说起 这天女孩在火车站外面摆地摊时 被一个日本商户去赶 因为没有经营执照 老宋在执法时只能让女孩赶紧离开 但是这一幕刚好被一个日本军官看见 而这个军官当即就打着能帮女孩办经营证的谎 把女孩骗到了附近的仓库里 想要强暴他 可就在他撕扯女孩衣服的时候 却被女孩拿着他身上的钢铃刺穿了他 女孩在慌慌中解开脚上的绳子就逃离了这 丝毫没有注意到他脖子上的项链 已经被日本军官扒了 当老宋听到声音赶到这里时 发现这个日本人并没有死透 于是为了避免他活过来报复女孩 老宋随即就给他补了一刀 事后老宋还拿走了这只钢铃 因为这只钢铃碰巧是在事发当天日本人向老宋借的 而今天再次在这里遇到女孩 让老宋的内心忐忑不安 他担心女孩说漏嘴泄露了自己卧底身份 更担心对面的两个汉奸会发现女孩杀人的事 于是为了尽快结束酒局 老宋当即就拿了一个有缺口的酒杯 然后让女孩把这个酒杯地里上 于是当上司用了这个杯子后 瞬间就被割破了 就这样 老宋制造了一起小意外提醒结束了酒杯 但是他没有想到自己这个举动 却连累几个女孩被老板一顿臭骂 你们知不知道他的什么身份 我这家店他想拆 顺手就能给我拆了 装委屈 别在我面前装委屈 告诉你们没用 这次损失的钱 我只能找你们要 还有你 现任 你也别躲 你也得赔 要不然 我拿着学生证 找你们学要去 于是为了弥补女孩 老宋当即就拿出钱包 表示会替女孩赔偿这笔钱 回到宿舍后 老宋不知不觉地拿出了女孩 杀死日本人的这只当饼 开始一个人坐在床上回味 殊不知这奇怪的举动 被宿舍里一个装睡的特务用小镜子看见 于是当他出去洗澡时 特务就立刻下床把他的钢笔发了出来 然后转身就向特务头子汇报了这件事 因为前几天死掉的一个日本军官 正是被钢笔扎死了 而女特务打开钢笔一摊 发现这只钢笔看起来很久 但是笔尖却是全新的 很明显是最近才换的 于是他随即就找来了老宋对质 但是老宋早就遇到会有这一天 因此早在杀死小日本的那天 老宋就找到上级汇报了钢笔的事情 因为这只笔对他意义非凡 所以他提前就让上级帮忙处理了这件事 可文庙西边有个修笔箱的破路 你记住 你是前天到那换的笔尖 花了三块六毛钱 于是当女特务派人到修理铺时 结果和老宋说的一样 这只笔是小日本被杀的前三天就换的 而老宋也因此摆脱了杀人的嫌疑 本以为这件事可以这样彻底结束 却不料女特务为了弥补老宋当晚 带他回家吃饭时 竟意外发现以前最爱吃锅包肉的老宋 今天竟然一块都没有吃 而这瞬间又让女特务对老宋学了一些